国际间的最近消息一起来关心的是 加拿大的总理杜鲁多呢 他在推测上头证实在加拿大的上空 发现了不明的物体 美国跟加拿大的军机联合追踪 后来在他的命令之下 美军的F-22战机将不明物体成功击落 不过这要来看到了 其实在美国上周他们才击落了 大陆的侦查气球之后 白宫在昨天又表示 在阿拉斯加的上空侦测到一个不明的物体 他们表示说由于这个飞行的高度 对于民航的机构是产生了潜在的威胁 所以拜登这一回是立刻下令将他给击落 但是对于这个物体跟来源 目前都还是一无所知的 白宫公开表示 在阿拉斯加上空发现另一不明物体 由于飞行高度4万英尺 对民航机有潜在危机 已经将它击落 耐人寻味的是 可比一度口雾将物体称为气球 他解释称它为物体 是因为这是最好的形容词 而比起上个礼拜击落 大约三辆巴士大 侦察气球小得多 大约是只有小型汽车体积 并且是凭锋利移动 无法操控方向 还不知是否装配监视装置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随后证实 美军派出F22战机 击落物体 但不知其来源 根据外媒报道 超级大国的新战场 是在太空位于地表上空 20到100公里之间 因为近太空的地方 是商业航班和军机航线上方 以及卫星下方 也是超高音速武器 以及弹道飞弹穿越之处 而中方的军事专家认为 这里不但是军事化的新前线 也是世界军事大国的角力场 在美军F22截落 阿拉斯加上空物体后 拜登只说任务很成功 另外根据ABC新闻报道 美方官员已经确定了 大陆侦察气球装置监控社的 气球底价地点 只是根据CNN报道 目前气球内疑似有 美国制造零件 而在FBI持续调查之际 美国商务部已经宣布 以参与中国大陆军方支持的 气球计划为由 将六家中国实体公司 列入贸易黑名单 现在对大陆气球事件 美国政府还没结束调查 已经有了定见 记者综合报道 好 持续来关注 这是发生在英国 有一场在饭店外头 举行的和平示威的游行 但是后来居然演变成暴力事件 事发的现场是有一家 专门提供寻求庇护的 下榻的饭店 这一群人在饭店外头抗议 但是后来跟警方发生了冲突 并且还毁损这个警车 发生了起火的状况 警方后来逮捕了三名示威者 在英国首相 苏纳克决定之后 先把他们当作是处理非法移民 当作了优先事项之后 各种的示威 还有游行跟相关的抗议 可以说是不间断 另外在洛杉矶的国际机场 这边有一架喷射式的飞机 跟另外一辆乘客接驳巴士相撞 导致五个人受伤 机场发布的声明之后 表示事发的第一时间 是说有一架没有乘客的 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 他们是以相当慢的速度 从登机口被脱离到机场 那么在脱离的过程当中 跟另外一辆载客的巴士相撞 造成至少有五个人受伤 伤势最严重的是拖车司机 被赶紧送往医院来抢救 其他人只是受到了轻伤 但是事故发生的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 就应该看看 有三个人受伤 张찬 interest 点数 ber急 我们也要不选择